8月16日,据连结宜春,江西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,原党组成员,副院长邝柳根,涉嫌严重违纪违法,主动投案,目前正接受宜春市纪委市监委,今日审查和监察调查,邝柳根,南,汉族,1964年2月出生,江西高安人,在职大学学历,1984年8月参加工作,199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曾在元州区人民法院,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。